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那衣柜里都快放不下了 陈涛一个人工作养家多辛苦啊 你也不知道体谅体谅他 真够败家的 于鲁心想 我的衣柜什么时候满过了 你隔三差五就给我往外倒腾 全都拿去给你小儿子媳妇和女儿了 你还担心我的衣柜衣满为晃干什么呢 他还想说 我明明也赚钱的 而且不比你儿子少好吧 怎么就成了他一个人养家了呢 可是他清楚 说了婆婆也不会信的 之前他说过多少次了 婆婆的观念却从未发生过一丝一毫的转变 他坚定不意地认为 于鲁是在胡说八道 因为他没法相信一个人不用上班 坐在家里对着电脑悄悄打打就能赚钱 所以于鲁也不再强调这件事了 反正他和陈刀心里有数就行了 日子到底是他们的 别人怎么看无损味 即便这个别人是婆婆 也不足以影响他们的生活 于是他说 正好赶上商场打折 所以就多买了几件 也没花上多少钱的 婆婆脸色这才缓和了一点 再便宜也是花钱 衣服好使少买点好 于鲁点头 知道了吗 以后我会注意的 我去接翩翩了 顺便去菜市场买菜 您晚上想吃什么呢 我买回来 婆婆说 啥都行 他对吃的从来不挑剔 于鲁带着翩翩回来时 发现婆婆把他新买的衣服 都分为别类的重新装好了 他有点纳闷的问 妈 您这是干什么呀 这新买的衣服得先洗洗啊 不用装得那么整齐了 等明天我就放洗衣机里了 婆婆慢悠悠的说 你自己也穿不了这么多 我挑了几件拿回去给你弟席穿吧 鱁露憋了脸色 咋的了 你心疼了呀 你不也说了吗 这些衣服都是打着买的 你至于这么小气吗 婆婆皱着眉说 鱼露笑得比哭还难看 没有 他这时候特别后悔 自己顺口说了谎 现在要是再改口说 衣服是自己原价买的 花了好几千块钱 那么后果可想而知 肯定是暴风骤雨 他喜欢太平 实在不想跟婆婆发生冲突 所以能用金钱物质解决的问题 他一般不动嘴 陈涛家里兄妹三人 家境比较贫困 只有他自己上了大学 而且还是名牌大学 这样全家人都感觉十分自豪荣耀 他父亲去世早 为了供他上学 弟妹都早早地下学打工 因此他一直很感激弟妹 认为自己欠他们的 所以工作以后 他对家人几乎是有求必应 家人也认为他收入高 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样做也是应该的 陈涛和鱼露结婚后 这种情况也一直没有改观 陈涛总是以家人为中心 无论他们提出什么五花八门的要求 他即便是力不从心 也尽量去满足他们 一副豪气冲天的气概 比如帮大姑三舅三叔的 儿子女儿找工作 帮四掰五婶六婆联系医院 如此种种 明明能力有限 他都又有点头皮 硬承下来了 对此鱼露虽然有意见 认为他是在打脸冲胖子 但是也没有几率反对 毕竟他们俩感情很好 他也不想他在他们家人 和亲戚面前丢面子 其实虽然鱼露是成立姑娘 但是对于他们俩的婚事 婆婆并不满意 他认为自己儿子高大英俊 又是重点大学毕业 在事业单位工作 而鱼露身材瘦弱 容貌普通 学历也一般 所以婆婆在他面前并无自卑感 反倒认为他配不上自己儿子 尤其是鱼露怀孕后 就一直待在家里 再没有出去工作过一天 这让他相当不满 婆婆提出过很多次 自己过来帮他们看孩子 鱼露重新出去找工作 但是鱼露不答应 非说自己在家带孩子 也能赚钱 婆婆就觉得她是满嘴胡言 不仅好吃懒做 不务正业 而且人品也差 吃晚饭的时候 婆婆又提出 让鱼露赶紧生二胎 她说 反正你也没工作 闲着也是闲着 赶快再生个儿子 是正事 陈波生了两个丫头骗子 所以你可得争点气 我们家就指望你了 鱼露因为有点肉疼 所以显得闷闷不乐 再加上婆婆这么一说 她瞬间感到压力很大 心情也就愈发起丧 她没有应声 陈涛说 放心吧妈 我们会抓紧的 这就对了 婆婆露出了笑脸 她给翩翩加了一块鸡肉 多吃点 大孙女 翩翩皱着眉头说 我不要奶奶夹菜 您的筷子不干净 陈涛瞪了她一眼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没大没小的 婆婆啪地摔了筷子 这么小就知道 嫌弃你奶奶脏了 这是谁教你的 翩翩说 姥姥说的 不要用自己的筷子 给别人加菜 不卫生 于露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知道这下子乱子大了 果然婆婆火气冲天 就知道听姥姥的 我看她就是诚心挑唆 我们的祖宋关系呢 根本就是良心 没安正 说完她起身 离开餐桌 进了卧室 陈涛侯女儿 以后不许这么矫情 看 惹奶奶生气了吧 翩翩委屈地哭了 于露感觉心乱如麻 第二天婆婆带着一包 于露的新衣服和旧衣服 外加陈涛给了两千块钱 满载而归 她要钱的名目 向来多种多样 所以于露也懒得去过问 问了也是白问 于是无补 钱照样要一分 不少的拿回去 于露的妈妈身体一直不大好 去年还做了一次胃部手术 而且血压越高 最近下楼的时候 又不小心扭伤了脚 导致腕骨 轻微骨裂 儿的爸爸 几年前呢 就因为脑出血去世了 弟弟又在别的城市生活 距离远 所以家里没人照顾她 于是鱼露 就把妈妈接到自己家 反正她是自由职业 不用打卡做班 照顾妈妈自然不成问题 陈涛也很赞成 她对岳母一直都很尊敬和孝顺 住了一段时间以后 婆婆不得力了 她对陈涛说 看起来你这丈母娘 是准备就死在你们家养老了呀 陈涛说 这也没什么忙 老人年纪大了 当然得靠儿女了 谁家不都这样呢 她怎么能一样呢 配我儿子 凭什么在我儿子家常住呢 儿子和女儿不都一样吗 再说她儿子住得远 两口子工作又忙 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照顾她呀 呦 陈妈妈更火了 感情这鱼露不工作 倒是给他们家行了方便啊 那这不就是在坑你一个人吗 这就等于你自己赚钱养活他们母女呢 这可真会算账啊 少儿子 你说说你 是被女人缺着了吗 就凭我儿子 大可以找一个 又能赚钱一回生儿子的女人 干嘛守着这么一个 一无是处的女人呢 妈 你看你呀 说的什么话 跟你说过了 鱼露有收入的 她写文章赚钱 不用我养她 再说 我们俩感情很好 你别这么说她 见陈涛如此维护鱼露 性格颇辣的陈妈妈 气不打一出来 骂的胳膊肘向外拐 说自己白养了儿子 专门给别人做贡献 一气之下 她也夹着包 入住到了儿子家 为的就是要把新娘们给挤走 家里的房子不酸宽敞 鱼妈妈和外孙女住一屋 鱼露婆婆一来 就只能三人挤在一张床上 本来就不大的床 这样一来连翻身都困难 鱼妈妈害怕外孙女睡不好 主动去客厅睡沙发 她几次跟鱼露提出要回自己家住去 但是鱼露不同意 她说 您是病人 她身体健康 怎么能让您迁就她呢 鱼妈妈说 这毕竟是她儿子家吗 人家有资格的 儿子家就有资格了 明明是您更有资格才是 我不管 反正您不能走 您的身体还没养好呢 自己一个人在家 多危险呢 这事我说了算 因为性格差异 以及生活习惯不同 再加上鱼露外婆 本来就是为了挑事而来 所以两位老人 同处一个屋檐下 矛盾摩擦不断 当然鱼妈妈知书达理 比较隐忍 一般不和鱼露婆婆计较 除非有时候实在看不惯她的做法 才婉转的指正一下 但是婆婆却处处看不惯鱼妈妈 把她视为眼中钉 经常对她恶语相加 鱼露有时候忍不住 要向着自己妈妈说几句 于是婆婆大发雷霆 说她有娘养 无娘娇 居然顶端婆婆 简直是大逆不到 要遭雷劈的 鱼妈妈自己受点委屈倒没什么 但是受不了别人咒骂自己的女儿 所以也会斥责婆婆几句 让她说话留点口德 别太过分 婆婆更加受不了 说他们母女俩一起欺负她 实在太恶毒了 三个女人一台戏 家里成天鸡犬不宁的 鱼露根本就没法写文章了 她让陈涛劝劝她妈 让她先回去 可是老太太倔强的很 根本就劝不动 有一天半晚 鱼露去超市买菜 回来的时候 发现婆婆居然和妈妈 动起手来 而瘦弱的妈妈 根本不是彪悍的婆婆的对手 被她扇了一巴掌 而且顺手推倒在地 妈妈的头磕在茶几上 被撞破了 鱼露赶紧上前去拉婆婆 结果气头上的婆婆 顺手也给了她一个耳光 并且骂她 我儿子怎么就娶了你 这么一个丧门星 不赚钱不生儿子 还带着一个妈 拖累她 没见过比你们母女 更不要脸的了 鱼露从小到大 没挨过打 她受不了了 更受不了的是 婆婆居然动手打她妈妈 凭什么 她气急之下 也和婆婆动起手来 婆婆虽然身体壮实 但鱼露到底年轻 还是占了上风 婆婆大呼小叫 说媳妇居然动手打婆婆 她不活了 要跳楼 正好陈涛这时回来了 见到这种场面 她顿时也慌了 赶紧上前劝说 安抚这个 安抚那个 忙得满头大汗 当然 对于鱼露和她妈动手这件事 她十分恼火 鱼露更恼火 她妈的脚 美好呢 这又血上加伤 头上还流血了 她的火气 冲谁发呢 对于这件事 婆婆不依不饶 要陈涛跟鱼露离婚 不然 她就死给她看 鱼露也提出了离婚 经过这一场闹剧 她有些心灰意冷了 令婆婆没想到的是 离婚后 房子归了鱼露 因为买房的钱 因为大部分 都是鱼露家出的 还有一部分 是鱼露自己的钱 所以房产证上 是她的名字 而陈涛 只出了装修的钱 因为她的收入 并不像她家人 以为的那样高 而且一再地 资助弟弟妹妹 所以根本就 没有什么积蓄 一直以来 她为了维护 家人的自尊 或者说是虚荣 让他们不至于自卑 所以她从未 对家人吐露过实情 就像鱼露认为的那样 她在打脸 冲胖子 而鱼露也一直 在维护她的尊严 和面子 所以也没有 把事情完全挑明 鱼露的收入 确实比她高很多 而陈涛的收入 还不到她的三分之一 一直以来 可以说都是她在养家 因为陈涛的钱 很大一部分 都填不给家里了 鱼露爱她 所以没有怨言 也愿意放低私菜 为她营造高大的形象 但是作为女儿 她不允许别人欺负她妈妈 任何人都不行 终于得知真相的婆婆 追悔莫及 她极力想要挽回鱼露 但是鱼露不为所动 有时候 孝心也要靓丽而行 力不从心的时候 就要开诚不公地 对家人讲明 不要一个人背负太多 不然往往会葬送了 自己的幸福 比如陈涛 而作为女人 一定要尽可能地强大自己 这样才能 尽可攻 退可守 不需要把幸福 建立在任何男人水上 比如鱼露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随关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朱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就像我一样的互动 然后再次发现 我嗯 我需要您的互动 就像我一样的互动 就像我一样的互动 我需要再次发现 我还能把互动 我按下来